正在看視頻的你 有沒有感覺到 近期出現了很多關於UFO的集中報道 甚至原本很多不應該會出現這種訊息的媒體弄抓了心 這是為什麼 如果你關注這方面的訊息 也一定會發現 UFO似乎獨重於國外 在國內真的是現有報道 乃至於會產生一個錯覺 這網友不喜歡來中國嗎? 其實原因 你懂的 1998年10月19日23點30分 河北昌州某空軍飛行訓練中心就曾經發生過這麼一起驚心動魄的事件 飛行員駕駛著飛機最敢UFO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當時的飛行團長是劉銘客戶紹恆 夜韓指揮員是李索林 白天已經經過了多次飛行任務 晚上又指揮夜韓的任司令已經感到相當疲倦 正準備收拾站回去休息 只是沒想到的是 突然一陣急劇的警報聲傳來 基地的雷達系統陸續發出警報聲 有一個飛行物正在機場上空快速移動著 而在機場的地勤工作人員也發現 天上有一紅一把兩個類似燈的亮點不停圍繞旋轉移動著 有一架大的還不停向著地面照射 這是什麼情況 深門軍人的李索林立馬向上級匯報調查 請求進行攔截 相關航管部門及時溝通後 當時並沒有任何民航機經過這裡的上空 李索林也馬上意識到情況有點不對 當機立斷 馬上派出飛行員進行追擊攔截 護團長劉銘和胡哨恆就駕駛著青轎六緊急升空 而這時 那部門飛行物已經到了青線上空 並懸停在那裡 高度約1500米 成雲湖狀 看上去就像是草帽 兩名團長馬上駕駛著飛機追上去 只是在跨要接近時 又浮偶突然上床 看到這情況 飛行員也跟著直接上升 只是那飛行物卻一直在飛機的上方 這裡先說明一下 青轎六是超音速焦點機 雖然已經很快 但明顯在速度上還是無法比低 兩名飛行員經驗豐富 看他比速度是沒法比的 彼此吐了個氣 吊轉機頭 開始下降 翔轉離開 果然那飛行物跟著後面就靠了下來 飛行員馬上一個漂亮的翻身 想要翻到上空 尋找制高點好控制住局面 只是沒想到就這麼一瞬間 那飛行物就升到了飛機的上方 計劃失敗 飛行員只得繼續追擊那飛行物 只是無論怎麼努力 都無法追上 而那飛行物不知出於什麼目的 並沒有快速離開 就在前面這麼放大著 就這樣 一直追到了12000米的高空中 飛機的優表告急後 才不得已返航 另外兩架新式戰鬥機作為接替 準備快速起航追逐 只是還沒起飛 那個飛行物就怎麼突然不見了 而這件事就怎麼不了了之 這個事件被報導在1998年的河南日報 河北日報上 這兩家都是官媒 內容必須嚴肅認真 所以這個事件的可信度還是非常高的 而在網路上 也能找到當時看到此事的群眾回憶 這可能也是唯一嚴肅媒體報導的此類事件 鑑於近年又服務持續升溫報導的現象 我總覺得可能會發生什麼大事 不知道你是怎麼看的呢